所以我很多時候都會在車子裡面偷看 我很喜歡在車子裡面偷看 這是一種癖好嗎 我當時一看到偷故事的人 我就在想 這不就是我嗎 就覺得太對了 怎麼會在這個時候忽然間出現一句偷故事的人 升降台往上升的時候 全場大家就是嘶吼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才很強烈的體會到說 我就站在這裡 這個舞台要往上升了 我站在這裡是因為我是屬於這裡 大家好 我是阿妹 今天第一次來到看板人物 特別讓念華姐來偷我的故事 歡迎阿妹 哈囉 念華姐 這叫做終於來了 慢慢慢慢 沒問題 這叫終於來了 歡迎 我終於來了 我終於來了 請坐請坐 好開心好開心 當聊天 當聊天 又開心又緊張 不要緊張 先看這張照片 就不會緊張 這個風格真的很強烈很特別 非常 我很誠實說 我們團隊看到新專輯這張照片的時候 大家都說 我們說這個就是封面嗎 製作人說對啊 是 你有沒有覺得他眼睛閉起來 然後呢 其實情感的表情還是有在的 就是還是有話說 對有話說 因為我們習慣就是說 眼神在跟我們講話 是 但是這次從封面就很不一樣 嗯 這次呢 我其實 我自己呢 也一剛開始會覺得 偷故事的人 說故事的人 是不是應該要有眼神 眼神的部分應該是要有的 那 很特別的是 這次選了一個 居然是眼睛閉起來的 對 所以我 我自己也掙扎了很久 那跟大家 公司的人開會 我就覺得 越看感覺好像是 他的懸念會越多 就感覺好像 如果說是 眼睛 看得到眼神的話 是 也許他是一次性的告訴你 我在看你 但是 眼睛是閉著的 讓你會有很多的想像空間 是喔 所以你等等如果 覺得還是有點緊張你 你閉著打沒關係 哈哈 看著下面 你知道我 我通常是在 在那個電視機前 就是一直在看 我非常喜歡看你的 謝謝你 對 因為 不管是 藝人也好 或者是任何 來自各個不同地方領域的人 我覺得 在你們的談話當中呢 我都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可是我都偷不到什麼故事 哈哈哈哈 對 你剛剛講到電視喔 我們也不太看到你在公共場合 被大家拍到照片 機場是例外 演唱會不算 所以你是不是真的是 就是大家傳說中 非常非常宅的人 我算耶 我應該算吧 對 我很多時候 躲起來的時候 是連公司的人 我 可能我最 親近的家人們呢 還有助理們呢 也很少看到我 他們都不知道我在哪裡 所以如果說你要待在你自己家裡 你可以有幾天嗎 就是說 沒有出門OK的 我曾經 我曾經 大概快 兩 快一個月 對 沒有人看到我 我在家裡 沒有見到任何人 所有的東西的交流 都是從門縫 或者是開門一點點 放進來再關門 對 所以那是我剛剛的非常非常 非常宅的 對前面還可以在家好幾個 哈哈哈哈 就是 我也不知道耶 就覺得 可能是因為 很多時候 我的出現都是在 演唱會上 嘩嘩嘩 很大 就是 很 很 很用力 然後 很飽滿 對很飽滿 然後所有的 力氣全部都 都在台上把它弄完之後 其實回到私底下 我幾乎是不說話的 很少說話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們講偷故事的人 我覺得他是一個 可以讀心的 因為很多故事在心裡 那其實我們一般人以為 現在社群這麼蓬勃 或者說社交這麼多 你跟不是很熟的人 都可以這樣連貼臉拍照 對不對 就是我就說 我說你的意思是說很多人 對不對 跟不是很熟 但是真正偷故事跟讀心 它不需要那麼多的社交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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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我應該說是我從 很小的時候開始 我覺得是 可能有些 很大的原因是 因為我媽媽的關係 張媽媽也是一個 很不喜歡說話的人 她所有想做的事情 她都會默默的 安靜的去完成 所以這個 我想我自己也被她影響到 那從小我就是 除了 所謂的跟好朋友 小朋友大家一起玩的時候 那 大多數的時候 我是比較安靜的那一塊 對 所以可能你在這個狀態 你比較有種心境去觀察人 所以我很多時候都會在 車子裡面 偷看 我很喜歡在車子裡面偷看 對 這是 這是一種癖好嗎 哈哈 所以去年八月開始 我們開始做這張專輯的時候 《偷故事》這個人 不管是他的主題歌 或是他後面 你應該是越唱越有心得 是會越唱越有心得 因為 這張專輯其實我籌備滿久的 然後在籌備專輯的 這幾乎兩年的時間 我一剛開始 我並沒有設定 阿密特 對阿密特跟阿妹 這兩個人 我收割是同時的 所以在收割的時候 一邊聽歌 然後一邊去試唱那些歌曲 其實會慢慢慢慢把自己的狀態 跟情感的部分會 鎖在一塊地方 那 這張專輯會錄這麼久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因為我跟我的演唱會 它是同時在進行的 演唱會是在舞台上面是 你要竭盡所能 把所有的精力 所有的熱情 爆發 爆發力全部都要在台上 展現出來的 是毫無保留的 因為現在收割其實是非常難的 我自己這麼覺得 可能是因為我不想要再唱 類似的歌曲 所以我會一直從裡面去找一些 它可以給我新的靈感 那只是在收割之後 我通常我的順序是 我會進錄音室裡面去試唱它 就是還沒詞的時候 你可以用啦啦啦 或者是任何的字 隨便的字語去帶過 所以你很重視旋律齁 對我很重視 還有就是 我其實選擇這首歌 當在選擇的時候 我必須已經有畫面跟角色在裡面了 這個是我選擇最重要的一個重點 選歌的重點 所以呢 在收割的當中 當然阿蜜特也收到了一些歌 可是它的重複性比較多 相較的是阿妹的歌 我比較快速的收到 那透故事的人 其實他是在 我收割大概中間的期間的時候 那天就一首歌來了 我在錄音室 然後我的工作人員 在錄音室的工作人員就說 我們收到了一首歌 我說太好了 什麼歌 他們就先不說 拿給我看歌詞之後 偷故事的人 我當時一看到偷故事的人 我就在想 這不就是我嗎 就覺得太對了 怎麼會在這個時候 忽然間出現 一句偷故事的人 然後就讓我就是 在回想到 其實我在以前是多麼喜歡去觀察 多麼喜歡去偷看 別人在做任何的事情 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跟他們說 這首歌我太有畫面了 它幾乎就是可以是 這整張專輯的一個主軸 所以你很重視你的一個歌 你可以詮釋出什麼情境 我非常重視 因為 嗯 我是覺得 其實對我唱歌唱這麼久 你給我一首歌 其實對我來講 我要把這首歌唱好 它其實就是一個感覺 就 我不能說很容易唱好 但是它一定可以把它唱好 可是 如果 這首歌需要在 我現在這個階段 我的感受跟我人的狀態 它要到位 就是 非常 點是對的 觸動到我心裡面的 那個是一個很 很難得的 一件事情 我想說觀眾朋友不知道 他們有自己開車 好 那它不會 車停在你旁邊 讓你看到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個報導 我自己也很好奇 我 我平常很喜歡看棒球 但是呢 都沒有機會去現場看棒球 一身黑色褲裝 是阿妹私下最常見的裝扮 不過卻是第一次 跟著電視節目出外籍 他說一直想去棒球場看球賽 這心願 終於圓夢 我第一次 第一次在現場 其實你只要來到現場呢 你就會被現場的氣氛感染到 我覺得呢不用多說什麼 你就跟著大家一起 嗨就對了 對 我覺得熱血沸騰 真的非常 這天的比賽 是Lamigo桃園 對中信兄弟的總冠軍賽 三局下 戰情一度膠著 Lamigo2比5落後 張惠妹跟著好友 BOXING的團員們 選擇直接坐在本壘板 後方的觀眾席 跟著全場球迷 一起加油吶喊 這時候 現場大螢幕突然take 阿妹在這裡 阿妹來了 像是球賽的搶心針 讓原本氣氛有些低落的 Lamigo球迷士氣大震 場上的比數 也開始急起直追 其實兩隊都加油 對…Lamigo加油 中信也加油 對 我覺得呢 棒球是我們 最棒最棒的運動的 一個項目 一定要來到現場 那個感受的 一個感染力啊 你才會 你才會覺得也太 又來了 我先跳一下 球賽變成了阿妹演唱會 球迷全跟著她 一起邊唱邊跳 看阿妹很享受這種 氣氛熱烈的現場感 但讓人意外的是 她說每一次在公眾場合出現 其實都要先克服心裡一道 很高的牆 我其實有人群矩陣 我會害怕 其實我真的來到這邊 會有點緊張 我的手是在抖的 你看 我手是在抖的 你知道耶 我會覺得很多的地方 會莫名的緊張 微微站斗的手 透露著阿妹心裡 深深的不安 但她讓自己設法 融入現場氛圍 從不讓想看她的人失望 出道21年 把大家的期待感 一直背在身上 天后駕道成了這場球賽的最大亮點 最後Lamigo以14比5大勝 媒體大篇幅報道 美是幸運有神 我這幾個禮拜其實 一直在為專輯在煩惱 然後專輯也差不多快要完成了 然後一直處在於那個很大的壓力 但是剛剛呢 看這個球賽 然後被所有的人感染 我覺得我的壓力全部釋放掉了 現場已經在下雨了 她還不想走 她不要走 她自己不想走 下門大的她還不走 她說只有下一點點 明明就很大 不論在什麼地方 張惠妹總是散發滿滿正能量 她一定也有疲倦低潮過 鏡頭卻捕捉不到 好 沒車 開車是張惠妹 泄壓放鬆的方式 你需要一些獨處的時間 我非常需要 太需要了 獨處一個人 尤其是自己跟自己相處 這個時間我覺得是最珍貴的 阿妹的演唱會行程很滿 平均一年40場各唱 每一周幾乎都在不同城市演出 她訓練自己 今天的情緒要亢奮到最高點 明天就要回歸原點 一切如常 其實每一次的演出結束之後呢 最難的題目就是 你要怎麼樣讓自己從零開始 我舉個例就好了 安娜第一次的登場是在我的演唱會 然後隔一天我就問她 我說那昨天感覺怎麼樣 她說我都睡不著 所以睡不著是因為她的所有的腎上腺素 跟她的精神跟精力 都還在那個舞台上面那個亢奮狀態 所以你要怎麼樣在那個這麼亢奮 這麼壓力的一個狀態 忽然間要讓自己從零平靜開始 然後呢準備好下個禮拜再來 真的很難 每一次從萬眾歡呼聲中 走下舞台的時刻 瞬間的安靜其實才最正耳 我的工作有高有高有低 就是高高低低的 也有開心的也有難過的 我覺得那個都是一個過程 我跟所有人都一樣 就是朝著自己很熱愛的一個工作在做 平時的阿妹會刻意讓自己做最單純的事 在鬧區的大街小巷裡開車穿梭 透過車窗觀察路上形形色色的臉譜 跟他打招呼嗨 他心裡面在想說 他是嗎 剛剛在車上跟我們打招呼的人是誰啊 3 2 1 開始 他說如同他能詮釋很多打動人的歌曲 其實都是透過這些不經意的偷窺 演繹情感 讓聽歌的人找到共鳴 21年覺得阿妹的歌聲懂我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首阿妹的歌 然後在不同的時代 我覺得阿妹就是一種流行 我覺得渲染力 還會再過一百年 阿妹的聲線是永遠不會消失的 我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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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我的事 她的聲線是 我相信是所有女歌手非常羨慕的 我絕對 我敢這麼講 對 比如說她的範圍很寬 然後聲音的層次很多 我道歉 2017年底 阿妹的第19張專輯 就叫做偷故事的人 過去20年 她用自己的視角細查 承載著許多人的悲歡離合 再轉化成她自己演繹的歌聲旋律 很多時候我會想起小時候 那時候的夢想都只是小朋友的夢想 包括什麼隔壁鄰居 小朋友一起來拿著手電筒 然後照著我 就感覺好像在舞台上面 然後感覺自己好像是一個很有名的歌手 張惠妹已經證明自己 是天生歌者 是舞台女王 每一次的發聲 每一次的練舞 戰戰兢兢 成就今天的阿妹 我們問她 想跟曾經那個做明星夢的小女孩 說什麼 我沒有辜負我自己的天分 我覺得是很對得起我自己 對 我想跟那個時候的人說 你真的很棒 就是張惠妹 你實在很棒 我給你拍拍手 其實你滿喜歡笑的齁 對 我很喜歡笑 就想笑就笑 想哭就哭 開懷大笑 還滿多 你棒球場 所以你一直很想看棒球 因為這個在台灣不是一個 那麼難達成的願望 還是因為公眾性的原因 所以那是你第一次 其實也不是 其實最大部分的原因是 很多時候有賽事的時候 我就在工作 但是那一天你感覺到一個什麼樣的快樂 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快樂 是你去棒球場之前你沒想到的 我從要知道要去棒球場可以拍一些東西 順便看棒球這件事 我已經開心到幾乎很像那個 要遠足 對對對 小時候要去郊遊有沒有 就很開心 然後Boxing陪著我一起 我就覺得更放心 然後我一直在想像說 在現場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氛圍 那我們一到了棒球場外面 我聽到那個歡呼聲的時候 很熟悉 其實有一點像是演唱會的那種感覺 只是我是要在台下的那個人 所以當我們走進棒球場的時候 我看到所有的人 就是大家很專心的在看棒球 在享受 在享受 在場上的球員們 在用力的打球 然後 不同隊的這個球迷呢 也都結 就是 幾乎是用盡 跟著大家一起 我覺得那個力量是一起的 是 就是那種 那種凝聚力是非常強的 對 所以我 我 從那一次之後呢 我真的一見到人 我就說 你們有機會 一定要去現場看球 看棒球 對 不管是棒球 我覺得任何的球賽也好 甚至包括 如果你喜歡音樂 你可以去現場聽演唱會 在現場聽跟 跟可能我們之後拿到DVD 看DVD這種感覺 其實是 還是有差別的 其實有的時候也需要 把自己丟在那個人群裡面 對 然後接受一下別人那種 共同的力量 對 這21年裡面 你有沒有碰過什麼 真正不開心的 然後 它會讓你對於唱歌 表演這件事情 曾經有一度會搖動到你 我覺得不開心到 比較少 就是說 唱歌不開心這件事情 但是 有些時候 如果是懷疑自己的時候 那個是我最害怕的 對 我會懷疑我自己 我會 質疑我自己 能不能唱 能不能唱好它 就是 不管是在我的演唱會也好 或者是我即將要演出的 任何的舞台 其實 很多時候 那個恐懼感是 我自己一個人知道的 沒有人會知道 所以 是不是在你碰到突破了瓶頸的時候 比較會 會懷疑自己 應該是 我應該是喜歡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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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總覺得 做同樣的事情 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好像有點對不起 不是說對不起大家 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會過不去 我會覺得 我是不是能夠再做更不一樣的事情 或者是 再突破更多的 所謂大家可能覺得 現狀 對就是 可能大家覺得 你做不到了 或者是你根本 你現在根本沒辦法做了 那 對我來說 那就是最好的一個 激勵的方式 所以你專輯找了全新的合作對象 是 我喜歡跟新的人合作的 最大的原因是 我覺得他們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看我 對 這是很重要 對我 我不太喜歡 聽到重複的話在我身上 就是 可能跟著我工作很久的夥伴們 他們 我也經常地告訴他們 如果 你們覺得有任何的疑問 或者是覺得有更好的建議 請 一定要告訴我 因為 我喜歡吸收很多不同的 資訊 來給我很多的養分 所以我現在可以理解 為什麼09年以後會有阿蜜特 就是說 如果到今天都沒有阿蜜特 我覺得 阿妹你依舊是後 就是唯一的 唯一的這個天后的後 所以09年的阿蜜特 是不是我們聊到這邊 就是代表了 你要的一個非常非常大的 走出你的安全 安全範圍的跨度 阿蜜特這個身份呢 我覺得 他真的是 時間也對了 時間也到了 其實阿蜜特這個身份 我在更早之前 我就提出過了 那在那個時候 大家都還不太能夠理解 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他們都覺得 即使你用一個阿蜜特的身份 出現了 大家還是知道你是阿妹啊 那你為什麼要用另外一個身份呢 那他們還不知道 我的想法是什麼 你最解釋不清的點 在哪一個地方 就是解釋不清的點 就是他們覺得 大家都知道你是阿妹 你今天你說 你用阿蜜特的身份出現 但是我知道你是阿妹 那只是換個名字而已 但是對我來說 這是不同的 因為阿蜜特這個身份 這個新的品牌呢 是真的可以完全 完完全全拋掉 所謂在阿妹身上的那個框框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是我在這十幾年的唱歌的生涯 或者是專輯的錄製 很多時候我們遇到的瓶頸會是 這個歌阿妹一定要這樣唱 對 所以會有沒事情歌四個歌 對 然後或者是說 這個歌不適合阿妹唱 你會聽到這樣的東西 那我怎麼樣跟大家解釋說 不要有這個束縛 不要有這個框框 我們可能會跳脫出來 可是大家都跳不出來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你就是阿妹 所以阿蜜特那個時間點呢 我覺得就是成熟 已經很成熟了 所以那個渴望已經累積到很高了 累積很高了 我記得阿蜜特的第一張專輯 那個時候我要用阿蜜特的身份 這個品牌出這個樣專輯的時候 我幾乎是用很強硬的手段 是說我就是要這樣子 就是我什麼人都不聽 我就是要阿蜜特 所以那個時候一度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就覺得 好吧 那就聽你的吧 那做阿蜜特這個音樂呢 就非常非常的過癮 因為所找的合作的對象 當他們知道阿蜜特是 不需要被束縛的 不需要有框框的 你們聽我從以前出道到現在的 每一張專輯 其實有點像是日記一樣 也是我人生的一個日記 它的每一個階段 每一首歌 我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我在那個時候唱這首歌 錄音室我的心情是什麼 所以在2009到現在 因為你做那個跨度 我相信不管阿蜜特或是阿妹 他們本身一直變化的這個速度 是非常快 就像那個生物演進的過程 那喜歡你的粉絲會發現 一直到這個專輯出來 我自己也 我一直在說 我給自己找了很大的麻煩 是 我必須在阿妹跟阿蜜特之間 一直在做快速的轉換這件事情 那個的轉換是一個很奇妙的 就是 但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怎麼搞的 就是 我只要是音樂一聽了 我的戰服一穿了 整個眼神是會不一樣的 阿妹準備上台了 穿越高雄巨蛋的後台走廊 她的神情崩得很緊 這位演唱會女王 21年緊張感戒不掉 歡迎光臨烏托邦 你站在高崗上想想想話 是誰在對一生伸長 我終於回來了 你們不知道我等的這一天要等多久啊 親愛的 那地上花瓣 烏托邦世界巡迴演唱會 張惠妹從2015年春天 唱到2017年的冬天 104場 是華語女歌手最高紀錄 這個演唱會數字 在華人歌壇 僅次於歌神張學友 她會把所有的快歌全部放在一起 我覺得應該很少人可以這樣子 那一趴唱個半個小時 全部都是孩兒歌一起跳 我覺得這個就是她在挑戰她自己 我每次演唱會的時候 我都會把我所有的精力 精神 包括感情 我會全部全部在台上把它掏空 因為只有在舞台上面我才會覺得 我活著 我非常非常的有力量 沒有什麼比因舞台而生 這句話形容張惠妹更貼切 1996年阿妹出道後 短短兩年她的演唱會就跨出了台灣 開始全世界巡迴 幾乎從沒間斷 那是自我體力 耐力以及抗壓性的挑戰 我每一場演唱會我都把它當作是 好像是最後一場在唱的原因是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我接下來 還能不能夠這樣唱歌 真的 我是說真的 所以每一次我要上台前 我都會告訴自己說 可能這是我最後的演唱會 對 所以你就每一場就要享受 你就要開心 二十年七次大型巡演 共進三百場的個人演唱會 幾乎沒聽過阿妹因為感冒 影響了演出水準 靜靜夜夜保持自己在最佳狀態 是這位天后給歌迷的長期信賴 我很少跟大家說我生病 為什麼 對 但其實我身體其實也真的很好 是 我很難生病 即使生病了 我都要想一些方法 找到怎麼樣的發音 怎麼樣的唱法 可以讓我的歌順利的進行 雖然沒有那麼的完美 可是它至少可以讓大家來看 演唱會的時候是開心的 堅持第一線的現場演出 要克服的事情很多 不同城市的設備環境 天氣水土 都還只是最基本的考驗 我們從最冷 cold 夜我輪著是最熱的城市 然後還有台風天的 很多時候我一唱完之後我下台 就會開始會吐 張惠妹有種與生俱來的領袖魅力 聽她在台上唱歌 即興說話都很容易被感染 不自覺的被她帶動情緒 好好看的演唱會喔 今天我要成為你一個超級的歌迷 謝謝你 她的歌從20世紀跨進21世紀 演唱會風格也跟著一路轉變 像她的音樂分身阿密特 在演唱會上的唱法表演方式 也完全顛覆過去的張惠妹 她不服輸 她會覺得我做的音樂 還是可以走在最前面 我還是可以唱出大家最不一樣 沒聽過的東西 我還可以做出其他歌手 不敢碰觸的音樂 所以她這些所有的音速牽絆 就會一直推著她一直往前走 什麼酒水 怎麼妄傳 什麼跳過 怎麼妄想 怎麼妄想 很大膽去玩音樂 台大的音樂學研究所學生 還特別以張惠妹的轉型做論文 探討阿妹打破框架的自我結航 論文的結論 推從張惠妹不完全以上業考量的作品 墊高了阿密特的創作高度 從音樂表現 音樂的成就 然後到她在圈子裡面的互動 然後再到對產業直接的影響 你可以從好幾個不同的面向 做學術研究 因為她是一個標誌性的人物 如果說崔森一位天后 需要天時 地利 人和 還不一定能成就 阿妹毅力舞台21年聲勢不墜 所付出的毅力和精神都非自然 而是她偶心力血的選擇 做這樣的選擇 一錄21年絕對超乎常人 看她在耀眼舞台上發光的每一刻 都是無數日子堅持的累積 台灣因為阿妹 成為華語流行樂壇的領頭羊 未來這位演唱會女王 還要繼續站在舞台上超越自己 你懼怕的一件事情 被框架在某一種詮釋方法 那偷故事的人 這個歌本身 我很幸運在錄影的之前聽到 她沒有很多高低起伏 就跟我們去想像 梅士琴歌 她沒有很多高低起伏 可是她很尖銳 她的歌詞 因為這十首歌 它可以是我在這三年裡面 兩三年裡面所有的總結 就是我看到的感受到的想說的話 或者是我對哪一些詞彙是非常有情感的 那我會希望是用我的聲音去表達出來 所以這個是你對於情這一件事情 在這個階段的看法嗎 就是要必須非常準確 你們聽我從以前出道到現在的每一張專輯 其實有一點像是日記一樣 就是一個音樂日記 也是我人生的一個日記 它的每一個階段 每一首歌 我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我在那個時候唱這首歌 錄音室我的心情是什麼 或者是哪一首歌 我當時我遇見了什麼 遇見了誰 或者是碰到了什麼樣的 在每一首歌 我重新再回去聽的時候 我都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 是 記得你出道的時候 你的妹妹 你的全家 就是感覺你對親密關係 其實在你生活裡面 你很享受的 所以到現在 你覺得親密關係裡面 你在這個人生段 你覺得它一定要有哪些特質 我覺得目前 現在 以我現在的狀態 我會非常希望我身邊的人 他是很能夠體諒的這件事情 因為可能大家看到我在舞台上面 就是很正向能量的 而且很隨和 很開心的對不對 很隨和 那我的喜怒哀樂其實我都有 對 那最辛苦的是陪伴在我身邊的人 我也要很感謝我的家人 給我很大的後盾 其實他們給我的力量 我很難去用言語說出來 因為他們是 不管我在任何時候 我都會覺得隱隱約約 我知道有這麼強大的力量在圍著我 安全感 安全感 你是哭點 蠻容易被感動的對不對 對 我其實 我其實哭點蠻低的 真的 我從 從小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我感動了 或者是 覺得 開心 是喔 都會哭 就是 而且我的 我的眼淚是 它不是 它不需要醞釀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你應該跟劉璇華一樣去演戲 對 就是它不需要醞釀的 可能 我講 比如說在舞台上好了 在舞台上面 當看到幾萬人同時在唱歌 或同時在做一件事情 比如說 我告訴大家要互相給對方愛 你身邊的人如果是你很愛的人 請你抓著他的手 當我的眼神對到了 一對也好 或者是一群 他們正把手 抓起來的時候 我就 鼻酸 然後一酸了之後 眼淚就 啪啪啪啪一直掉 那 大家就會覺得說 哇 你不要哭 你不要哭 我很想解釋說 其實 很多時候 我的哭並不是難過的哭 而是敏感 就是新的敏感 對 那個 太敏感了 就是他 他眼淚來了 我是 停不住的 我覺得你心裡面 對愛的那個雷達 其實是很強 跟很敏銳的 非常 我每一次 專輯的出現呢 等錄完這張專輯之後呢 我都會覺得 我好像 不能再唱了 為什麼 因為我 我全部都掏空了 掏空了 掏空了 我會覺得 我可能 沒有辦法再唱 不一樣的歌 那 這很多人大概不知道 對 包括演唱會也是 其實演唱會每一場 兩年的時間 你看 我幾乎快要唱到 100場的 就是場次 那在這個中間裡面 它會發生很多的事情 包括 可能會有身體上的狀況 神病了 或什麼 可是我從來都不說的 我 我一直告訴我自己說 大家都在期待 你是一個最完整 最完美的 讓我們 讓他們可以接收到 我要傳達的一些事情 但千萬不要是 還沒唱的時候 你就給他們的訊息是 我身體不好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所以我會在這 將近100場裡面 有很多段的期間 是很難熬過的 我曾經有三個月 我幾乎都是在住院的期間 進出醫院 然後演唱會 回來再進醫院 再演唱會 幾乎沒有人知道 然後這個我都 讓我的工作人員都 我告訴他們 不能讓任何人知道 因為我覺得 這是我自己的專業 跟我必須要照顧好我自己 如果我沒有照顧好我自己 是我的不對 所以 我都不讓人家知道的 那 在這個兩年裡面呢 那 期間 也有遇到過 我的親人 離去 對 不好意思 我怎麼忽然間講到這邊來了 對 可是那個有 嚴重的 干擾到 你那個時候 必須工作的狀態嗎 你也不讓那個 干擾發生 對 因為 我很記得是在 烏托邦演唱會的 在演唱會 第一場 第一場 巡迴演唱會的第一場 在2015年的 三月吧 應該是三月 對 對不起 你看我的眼淚 可是在開演唱會 那 那 三 我很 我很記得 我很記得是 我在做最後的總裁 演唱會的總裁 然後我的二姐 她就 離開了 她是生病 那 我在台北彩排 然後家裡的人告訴我說 姐姐離開了 我心裡想 啊 怎麼辦 我隔一天就要 我的世界巡迴演唱會的 第一場在台北 我應該要怎麼挑釋我自己 所以我就趕快 我先飛回台東一趟 然後再趕快再回來 喔 然後 開始 我的第一場 世界巡迴的演唱會 那 嗯 在第一場 我也是告訴 就是跟他們說 不需要在 演唱會上面去提到這件事情 我 那個時候在 台下要上台之前 其實是 嗯 我說不出來那種感覺 是妳是有點解離啊 妳那個狀態會有點解離 對 就是一個要上演唱會的妳 可是一個是 跟家人在一起的 對 就有點解離 我那個時候一直在 跟我自己對話 在舞台下面 stand by 要升上去的時候 我一直在跟我自己對話 我一直在說 嗯 好 我知道有 難過的事情發生 可是 接下來我升上舞台之後 有幾萬人是在等著我 他們是非常興奮 而且是開心的 要享受這場演唱會 那 那 我不可以讓大家覺得 是不盡興的 所以我必須 嗯 要 暫時 把這件事情好像是 完全 脫離 就是 讓它先放在後面 那 我很記得我 我要升上台 升降台 往上升的時候 全場大家就是 嘶吼的時候 我高 我那個時候才很強烈 很強烈的體會到說 我就站在這裡 我這個舞台要往上升了 我站在這裡是因為 我是屬於這裡的 嗯 所以才會有那麼多人來看我 那 不可以讓大家失望 對 所以你是一個很 我覺得你的心是一個 非常直觀的人 比方在你的演唱會很早 你就為同志朋友 嗯 你沒有這樣子 可是你有很多方式 你覺得 如果大家聽你講話 然後可以吸收一點不同的想法 嗯 回去 放在心裡面想一想 然後在人生的判斷跟 抉擇的時候 有一點參考 我覺得你都會在一個 你的公開的場合 可能不屬於演唱會的一部分 嗯 對 同志朋友這件事情我覺得 一直一直印象非常深 因為你非常早 就這麼做 嗯 所以愛 我覺得你對愛的雷達是 你的雷達是很廣的 我 我是 其實我是很很直覺的感覺 就是我做任何事情啊 從以前到現在 不管是音樂也好 還是我 我見到的事情 接觸到的事情 我覺得直覺 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 如果我的直覺告訴我 你必須 要幫助 幫忙 或者是說 這件事情是好的事情 是非常美好的 非常多愛的 那 為什麼不讓更多的人去知道 所以當它還不是趨勢 或流行的時候 那你並不介意對不對 我不介意 因為 我其實從來不去想說 它的背景到底有多複雜 因為我是工作人員 很多人認得我 當我要站在舞台上面 我就必須要去接受 任何人的批評跟討論 這個是必須的 像這幾年 就是很多人會繞著你的身材 忽胖忽瘦在那邊打轉 我覺得這是所有女生 而且你知道現在女生 十幾歲的女生 對 她也會因為這樣的一個 訊息跟氛圍 就是我覺得很干擾 那為什麼 就是說你怎麼樣去處理這些干擾 然後就不用去處理這些干擾 我 我其實 我其實 已經有免疫力了 其實我出道這麼久 那 再來是 我真的覺得 因為我是工作人物 很多人認得我 當我要站在舞台上面 我就必須要去接受 任何人的批評跟討論 這個是必須的 那你要怎麼樣去讓自己 讓自己 但我這邊說好像很簡單說 不要去想她 或什麼不會影響到我什麼的 那都是一定會影響到一些的 可是你要怎麼樣讓自己 很肯定自己 然後自己覺得很開心 這個是很重要的 在這一路上來 十幾二十年來 我被討論的東西太多了 我覺得這種討論跟批評 這是一個很自然的 所以 你必須要找一個方式去 讓自己去接受跟肯定自己 對 所以 我這些年來這樣子 我就覺得 還不錯嗎 現在這樣 所以可能是 因為你最核心的事情 你永遠都享受 就是唱歌這件事 對 這一點我真的覺得 我覺得我非常的幸運跟幸福 我可以 用歌聲去傳達我內心的 不管是正面的方向 或者是黑暗的那個方向 用歌聲去傳達 然後再去感動到其他的人 這個是 我自己覺得我算是非常幸運跟幸福的 所以我會持續不斷的 如果我能唱 我就繼續唱 其實 我是算非常幸福的 我可以感受到 大家對我的愛 尤其是 聽我歌 聽這麼久的歌舞朋友 其實 其實大家 都默默的 很多時候都 那個強大的力量是 我很難以形容的 我覺得他們的力量 就是促使我 在往下唱的這個動力 祝福你喔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好棒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